我們養肌的畜牧業不像是iPhone的生產線 iPhone的生產線 iPhone的生產線 它會在一個無成的環境之下 它有些不可控的條件 天氣不能控制 禽流感也很難預防 所以我想郭台銘先生 他有他企業家的精神 我們尊重他的說法 但是他有一些事情可能不是那麼了解 郭台銘他剛剛有發臉書說 就是農委會政府沒有找到有效的調控作為 就關於蛋的事情 然後民進黨政府也透過各種宣傳機器 做了很多大內缺 那請問委員怎麼看這是蛋黃的事情 基農這次的蛋的短缺的問題 它發生在幾個 有些是不可抗力事項 第一個是它有禽流感的問題 那第二個是它有天氣 今年大家可以感受到從過年前到現在 那有特別寒冷的狀況 那天氣冷機就不會生蛋 那再來就是說它也有一些季節性的調配 這是綜合因素 那因為雞不是像那個 我們養雞的畜牧業不像是iPhone的生產線 它會在一個無塵的環境之下 它有些不可控的條件 天氣不能控制 禽流感也很難預防 所以我想那個郭台銘先生 他有他企業家的精神 但是你去在 我們政府會盡量做到調配 甚至專案的進口 但是這個有時候它的價格的起伏 還是有它市長的機制存在 你也不能夠讓我們的畜牧業基農 他們都無力可賺 在這一點上要照顧基農 要照顧消費 也要去滿足各種不同的條件 我們尊重它的說法 但是它有一些事情可能不是那麼了解 但是我們改靜以及台詞 要到 huh來 香港人大陸 continues 警察 二座 不停